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尺寸越级呢 会是这一台车很重要的一个优势 这一次呢 公司交给了我一个任务 就是对于这台车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我说 我是觉得呢 这车我们虽然买了回来有做了不少的内容 但就是这些内容都很民税 如果你想要我有更加系统化的一个用车感受的输出 不如这样 低点经费给我 然后给我来一场自驾游戏 你觉得怎么样 你猜怎么着 支付宝到账5000元 钱到位 出发 你有病 对于我们这一次的自驾游来说呢 很重要的 当然就是这一个后备箱的债务空间了 首先你留意到它的纵深非常的不错 而且作为一台插电式回动力的轿车呢 它并没有因为增加了这一个电池包的容量 而入侵了这一个后备箱的空间的 像是这样的一个行李箱呢 你甚至可以这样打树的放进去 之前我们的同事试过 这一个后备箱是足足可以容纳 像六个这么大的一个行李箱的 所以对于这一次我们出行仅仅只有三个人的行李来说 这台荣威的D7根本都算不上是考验 自驾游永远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要把这个油箱给灌了 我跟你说啊 我这个人做事情是有目的的 虽然明面上呢 我是去玩的 但为什么这一次要把目的地设置在厦门呢 就是因为我知道这台荣威的D7呢 之前他们在这个金航大运河那边做了一次能耗的测试 满牛满电的状态之下 非常的出色 它竟然跑出了1704公里 那这一次呢 我们从广州出发到厦门 大概来回呢 应该是1400公里左右 所以我们现在就验证一下 到底满牛满电的这台荣威的D7 它能不能把这一层给拿下 电呢 是91%不是完全满的状态 它现在显示我的综合续航是1062公里 但我相信应该跑出来的实际会比这个更多 出发 拜拜 广州 你说这个车能够满油满电跑1700公里出头呢 我觉得这是非常极限的一种场景 但我们这一层的状态呢 可以预见大部分呢 可能都是这种高速 三个人 外加三个人的三个行李箱以及若干的这些行李 空调也是25度的两胆风 反正我能够跑出来的是真实的油耗 我不会省着开 所以我能够做到的能耗 你们同样的也能够做到 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参考 这也是我此前一直没有机会 但是很想去验证的 就是这种宣称能够轻松突破1000公里续航的这种插混车型 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的呢 这就是我最好奇想要知道的事情 自从我上了高速之后呢 我就打开了它的L2级别的驾驶辅助 它的这一套驾驶辅助的系统 可以让我很信赖它的把这种对于车辆的操控权力呢 尽可能的交给它来操作 在弯道里面 这个方向盘湿滑的转向上面的控制 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 我是一点都不累的 对于自驾游来说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太香了 我现在已经跑了接近两个小时吧 差不多150公里了 剩余的这一个续航呢 不这样 反正现在1100公里 我觉得我又行了 不容易啊 刚刚从高速上面下来开了4个半小时 400多公里了 然后高速的这一个能耗呢 是4.8升保持的还不错 现在已经是8点半了 我们到了汕头 时间是刚刚好的 先带大家去吃一个潮汕夜粥 看后面的大小时呢 应该吃三只牛也没什么问题 走啊 你两条鞋子在逼我吃生烟 你从来到山头不吃生烟 竟然有人没有吃过生烟 我跟你说 生烟这些东西呢 只有灵智和无数次 这些黑东西是跟洗脚一模一样的 哈哈哈哈 今晚你朋友 我一定要让这个摄像感受到深烟的魅力 为什么不拍你啊 真的很好啊 现在不是旅游旺季 平常我来这里都是找不到停车位的 今天正正好能够把这台车就停在这家店的门口 桂圆白粥带大家进去尝一尝 三位 生烟荡 海鲜荡 滷水荡 熟食荡 点菜 皮皮虾 肉卷 这个舍花螺 主角挑选的感觉非常的爽 这些叫什么 生活的追求啊 好了 让我拍出一百元的感觉 潮汕生烟 当地特色美食 我喜欢这里的氛围是因为这里的烟火气 而且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叫做毒药呢 就是因为它很上头 一吃就上瘾 第一次 不要舔 你跑 酱是好吃的 这儿好像有些三文鱼似的 再试一下 再吃一口 什么感觉 哈哈哈哈 你吃啊哈哈哈哈 其实它不应该被称作为毒药 而应该是城市人生活当中的解药 哇 说得好是好啊 睡了一觉了 我过来汕头小公园这边去逛一逛 这边有很多老的建筑 这种感觉会特别的舒服 其实我很喜欢汕头这一座城市 就是因为它既有这种新旧的交汇融合 另外一个方面 可能是这边的人文会吸引到我 它给到你的是很难得的一种松弛感 潮汕人一直是我心里面特别敬重的一个群体 他们给人的印象是怎么样呢 有钱 喜欢喝喝茶 家族观念很强 非常的团结 潮汕呢 其实是这种中国的传统文化保留的最好的一个地区 这些小朋友自小就有了这种懂事 听话 孝顺这些很好的品质 那他做任何事情都很容易能够成功 你说他可能是富二代 但是他老爹给了他一个亿 他能够赚两个亿 这是不是本事 这当然就是本事嘛 所以表面上他们给到你的这种松弛感 但其实背后呢 更多的我觉得应该是认真的思考以及沉淀 是这种努力还有智慧的结晶 我们去搭哈门了 走啊 去哪里搭啊 走 好 出发回哈门 你好帮吗 来了 来了 打开主驾车窗 空调调到25度 导航到厦门大学 播放陈奕迅的歌 去第几个 第一个 我们还会回来的 我还回来的吗 多吃一餐牛肉 好 火仔厉害我和你说 上次那个姐姐问他 你几岁啊 四岁 那个姐姐说四岁 你说四岁 你放个手指出来 哦 四岁 然后他这样 哇 NEO B 我还会回家 我曾经过去的 第一次去的是刚刚高考完 和当时的女朋友 现在的妻子 当时我们是坐六骑火车去 10个小姆 没有饿舶 坐的 10个小时 无论你怎样坐都好 都是不舒服的 那現在就不同了,我們自駕遊去 整個體驗相當舒服 你知不知道自駕遊最重要的是什麼? 問我,坐得舒服 不行,你太快揭穿我了,你裝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最重要的是什麼? 車機? 不是 省油? 坐得舒服 這件事真的會是這台融威DC給我的最核心的感受 你留意我現在做的這張座椅 它是匀速座椅 它會比起一般的這種座椅 稍微要寬大一些填充物 也是特別的柔軟和舒適的 同時它的整張座椅的這種材質 也是用到這種輕浮的面料 你摸一摸這個側面這裡 是很舒服的 再有一點就是 我的這張主架座椅呢 它可以實現的功能也是很多的 像座椅的加熱和通風這些功能應有精油 以及這一個腰脫的條件 包括它的後排呢 它的腿部空間也很足 然後整張座椅也是能夠給到你那種大沙發的感覺 各位看下後賓國在大隻融威DC分頭身的G 還要靠它開車 你看 睡到這樣 這間公司沒有什麼人可靠 最靠得住的就是只有我 還有我啊 給大家匯報一下此此刻車輛的狀態吧 我們是跑了561公里 然後現在顯示呢 我們的續航還可以跑731公里 所以如果這麼折算一下的話呢 超過1200公里是問題不大的 而且呢其實這一趟啊 基本上都是這種高速為主 那對於這種PHEV的系統來說呢 它持續的會讓發動機處於一個高工礦的工作狀態當中 對於它的能耗控制 相對來說也是加大了這一個難度的 所以我的策略就是 只要我們進了市區 我就會開啟它的存電優先 去獲得更好的這種動力品質的同時 降低你的出行成本 到了高速就切換回到了這一個混動模式之下 現在的這一種狀態 它其實更多的是會用到它的發動機直去 對於這一台榮威D7的DMH這一套混動系統來說呢 它的組成部分是由一個1.5升的混合動力專用的發動機 這種混合動力專用的發動機呢 主打的都是一個超高的熱效率 它的熱效率也是超過了43%的 同時它的這一個電池呢 也有著21.4部電 滿足可以達到125公里的這一個純電的續航 還有一點就是它的電池回充速度是蠻快的 因為我們上高速的時候呢 它的純電續航只剩下41公里 我們就跑了單個小時 現在已經回到了76公里的狀態 所以當我們到了廈門市區的時候呢 我就又可以重新的有足夠的電量 支持我在市區裡面用純電的控制 在這種高速的狀態之下 它也依然能夠保持著油耗4.7升的一個水準 廈門呢算得上是我認為國內最浪漫的一個城市之一 作為一個島式呢 它離看到海最遠的直線距離 也不過就是8公里 在這一個地方你是能夠感覺到那種屬於海濱城市獨有的那一種愜意 雖然這個地方呢也有很多很熱門的 像是鼓浪雨啊 增破鞍的這一種熱門的景點 但其實論我個人來說呢 我覺得來到這個地方唯一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來到這條海濱公路上面去散一散步 然後找到一家你喜歡的咖啡廳 在那裡點上一杯拿鐵 就這樣看著這一個海發發呆 真的會是給到你的心很大的一個字 OK 那我們現在換一個地方進去廈門的老城區裡面再去逛一逛 廈門的這一座城市呢一直給我的印象 它就很適合那些我一青年來到這邊打打卡拍拍照的一個地方 以前的話呢 鼓浪雨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我覺得現在來到廈門推薦的一個地方呢 會是這邊沙坡尾的這一個地方 其實這裡就是臨近於廈門大學的一條後巷 所以它會開了很多很文藝的這種小店 賣一些小的手工製品啊 或者說咖啡廳啊 餅乾店啊這樣 所以越來越多的這種特色的小店入住呢 也把這一片舊區給重新的進行了一個改造 而且在這一個地方呢 有著很多的衝突以及融合 你可以看到那邊呢 是有著那種老的這種房子啊 還有這種牌坊 這邊有世貿大樓康萊德的酒店 還有後面的這一條小路 是我本人最喜歡的 你就吃完飯在這邊散散步 神龍幾紅 接下來呢就即將是我們本次旅途的一個重要的見證時刻了 因為我們這一趟旅途的公里數呢即將要突破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表 1,000 1,000 現在顯示呢 我們的這一個剩餘的續航還是可以跑278公里的 所以理論上啊這一趟我們應該突破1,200公里 是沒什麼難度的了 基本是板上釘釘的事 我送回來的嘛 吃多一餐牛肉火啊 吃三道牛肉火火啦 想不想駕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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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的 想不想完喩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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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rose 我希望駕那些三百多塊就可以行1200公里 並且可以自動駕駛不用自己駕 把椅候還有這個雲縮坐椅可以坐得好舒服 坐累了我還可以到後面一鍵棠翼 我問你這些車有沒有得輸 不要说欧贼 金主爸爸打电 即使到目前为止 我们这一趟 这个驾驶的时间 已经是超过22个小时了 然后进入下来的行驶里程 是1271公里 但是碍于这一个高速 这个服务区设置的原因 我们不得不进来这里 去把这一个邮箱 重新给灌满它了 就可以计算出 到底这一层 我们总共花费是多少钱 随着我们把邮箱重新灌满 这次的荣威D7东海岸之旅 也正是有了续航的结果 在满油且电量 还没有完全达到100%的状态之下 我们实际行驶的里程 依旧达到了1271公里 考虑到它的电池 还有一定的剩余电量 基本上可以判定 这一台D7满油满电的状态之下 真实续航必定是可以达到1300公里的 交用轿车其实不就是要考虑低成本出行吗 我再给大家算一笔账 整趟行程下来 能源的成本花费是458元 即便刷上全程的路费 我们的总成本也就是1220元 然后再按人数来分摊下来的话 这是比高铁更加便宜 且更加便利的一次出行的体验 这次的荣威D7东海岸之旅 在特别考验了车辆综合实力的自驾游场景当中 我们见识到了这一台车 在空间、舒适度、能耗表现上面的优势 我们都知道纯电车能够省钱 但其实全程的成本换算下来 纯电不过就省了90块钱左右 而途中你至少要充电3次 时间成本无法忽略 所以在真实的用车环境当中 这些PHEV的动力形式的家用轿车 实在是太物美价廉了 恰逢今年10万左右的插混家教杂堆亮相 并且据我了解 现在的荣威D7DMH在销售政策上面 也有很给力的购车方案 所以想要选购一台长续航的 混动B级家教的朋友 真的可以认真的去了解一下